擁有美麗港湾風景的哨船頭禮 除了平時就會推出的港湾遊程 因應跨年煙火與台灣燈會 協會更加開了班次 讓民眾可以不塞車 不用人擠人 更能近距離的追燈光秀追煙火 現在我們高雄啊 燈會就在高雄 所以吸引了很多遊客 那我們協會也搭配了這個燈會 有安排很多場的那個 搭船遊港賞燈會 我們希望讓遊客可以從海面上去 用不同的視野去看我們高雄港的美 隨著疫情虛緩規範逐漸解封 市府陸續推出多種活動 哨船頭禮長表示 從國慶燈火開始 有越來越多遊客回流 很期待未來的燈會 也能為里內帶來人潮促進消費 我們這邊屬於旁邊周圍的 當大家參觀完或觀光主場館完 那到我們這邊 那對我們也有幫助 因為我們也在隔壁而已 而且西楚灣又是早期的高雄市民 很喜歡逛的地方 為了增加民眾搭船出遊 協會也用心規劃 遊城內不僅能夠享受美味餐點 船上更有卡拉OK與專人解說 協會經理表示 未來會依照不同節日做特殊遊城的規劃 歡迎民眾一同來追夕陽賞夜景 高雄港其實很美 不管白天晚上看都很美 我們這邊有就觀光船由高雄港 然後下來之後可以在我們社區發展協會用餐 或者周邊的小吃店賣麵的賣冰的都很豐富 所以歡迎大家不是只看煙火跟燈會就走了 可以在周邊附近的社區多逛逛多消費 帶動我們地方經濟 另外里長也提醒民眾 在賞完煙火或是燈會後來里內走訪時 因為都是晚上更要特別注意行車安全 才能夠快樂出遊賞風景也平安回家 記者邱建勳高雄報導 下集團 下集團 下集團